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罹患新冠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6号晚间被转入ICU举世哗然 多国政要纷纷表达对约翰逊的慰问和支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疫情通报会上表示 向约翰逊送上最好的祝福 特朗普还赞扬说 他非常强悍 有决断 永不停息 永不放弃 特朗普表示 他已经指派三家天才药物公司联系伦敦 立即向约翰逊提供医药支持 当被问及向约翰逊提供何种治疗时 特朗普说 他们研发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治疗方案